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策略模拟游戏《文明帝国5》 最新的资料片《美丽新世界》 终于正式推出咯 资料片新增九大文明中最后的两个文明 也确认是擅长经商贸易的威尼斯 以及初期就能够快速扩张的原始部落小松尼 《美丽新世界》在外交文化和贸易等系统上 做了大幅度的强化 世界会议让全部的文明可以一起投票 表决影响全世界的重要议题 贸易方面则新增了《海陆贸易商队》 让玩家可以和其他文明透过贸易来互惠彼此 不过说起整个资料片最重要的 应该就是全新的文化路线玩法了 除了可以收集伟大作品和考古遗迹之外 玩家还要透过观光旅游 向其他文明输出自己的文化 只要能够成为最具文化影响力的国家 就能够获得最终胜利 所以如果不想被别人的文化影响 记得可要积极地发展自己的文化哦